疫情是逐漸的趨緩 很多人都會關心口罩 什麼時候可以脫下來了呢 今天指揮中心就鬆苦了 最快實施的日期 但您了解 想問一下那個口罩第一階段 先前我說11月有可能會實施 但現在已經11月中了 那目前推估有可能在11月 還是會照常實施嗎 還是說會延續延後 我想最快應該是11月底吧 最快 之前指揮中心就表示了 口罩不能夠一口氣全部鬆綁 而是會依照三個階段來進行 那麼第一階段會先鬆綁戶外活動 除非是這個演唱會 選舉造勢等大型活動 才要戴口罩 那麼接著第二階段會表列 需要戴口罩的場合 才會再進行到第三階段的全面鬆綁 指揮中心就表示了 戴口罩是重要的防疫政策 因此要非常的謹慎考慮鬆綁的時機 第一階段會 peer 開始 行動 拇円 充 Policy